好的 歡迎回來 玉世界喔 那我們今天呢 回到二子國交錯世界 那不曉得大家有沒有被找景點而找不到而困惑 那如果有的話呢 這一集應該會對大家有所幫助喔 那玉世界目前就大概找到 風之俠對 也是目前等級卡在這裡 那今天大概會從 雷射孽森林 那之前也有拍一部相關一樣的影片喔 是更早之前的景點部分 那如果興趣的話也可以去搜尋那部影片來看 那我們呢 先就陸續的跟大家介紹幾個 他其實每一張森林都有三個景點 那就各別去針對各個景點去跟大家做介紹 那主要呢 各位可以從 這是 射雷孽森林 那它 大概出現地點會在這裡喔 我有用紅色圈圈標出來 那如果你覺得難找的話呢 你可以直接 點雷射孽森林 然後 在這個地方做移動就即可 那目前的話就是從 你從巨孤森林沼澤出發的話呢 來到了花光的夜森林 往前看 一個小通道過去之後呢 就是會看到這個景點部分 這是第一個景點 石柱沼澤部分 然後第二個呢 巨孤森林 則是請你點開雷射孽森林 一樣也是在移動到這裡 紅色的點的地方 那大概你先找到巨孤森林沼澤之後 去找一個所謂的 寒花月管理者 他會落在這裡 那這個是解主線任務的時候 有機會找得到他喔 那往後推一點點這個橋邊啊 這裡就有個景點的部分在這裡 這是這個雷射孽森林的第二個景點喔 然後我們來到第三個景點 森林之星的部分 請你選擇森林之星移動 那如果說你懶的話 一樣也是選擇看玉絲夜這張圖喔 然後點選這裡 在這個方位做移動這樣子 那移動之後呢 你就可以看得到這個所謂的景點部分 會落在這裡 那他大概就是會經過 你就選擇往森林之星去移動 然後大概經過一個長接瀑布喔 然後你馬上停下來 大約在紅色這裡 因為雷射孽森林應該會 森林之星應該會在這裡 然後你在這中間就可以 就會看到有時候 他雖然說是寫森林之星 但是他不見得一定在森林之星 請大家特別注意一下 那另外呢 來到了亞雷克拉高原的部分 然後找這個平崎高原 當然也是先選擇平崎高原 那移動大概會移到這個 這個所謂陳峰山谷 峰是那個 呃 微峰的峰喔 這打錯了 然後你也可以 直接選月世界跟你告訴的這個點 在這裡 你往這裡移動 他大約在這裡 然後 你從高原入口到微峰入口處啊 他會在左手邊喔 左手邊你就可以看得到 那主要旁邊還會有這個影子盜目者的怪 你可以稍微特別注意一下 那這是第一個景點 那第二個景點呢 空賊本部這裡 你就往空賊本部去移動 那你一樣也可以選擇 像月世界跟你講的這個點 往這邊移動 那大概你會看到一個叫做 艾羅的NPC喔 然後他 他會有一個那個樓梯往上爬 往上爬之後 你一樣可以看得到景點 那這是第二個景點部分 然後第三個景點 溫泉地帶呢 大概你可以從怪物裡面去找到溫泉地帶 然後選擇 相對一點怪物 好像是什麼 什麼殼之類的 我忘記了 盾甲獸什麼之類的 然後 啊對盾甲鼠 你去找到52等的盾甲鼠 然後呢 請你往後方喔 他會在這裡 你往後 在他的後方 會有個往上爬的斜坡喔 然後他經過之後 會寫說他是沉默斜坡 你往上爬之後 他的右手邊即可看到景點部分 這是第三個景點部分 那 如果說你不要花時間的話 看越世界影片會是最快的 那第三 這個 不是 風之峽谷最後一個 然後目前 這是最後最後一個分享的部分 也是等級練到這裡 然後面陸續有在網上升 再來分享其他部分 那請你一樣也是 到這個紅色點的地方 那他大概就會落在這裡 那其實你也可以去選擇 這個什麼 夢幻樂園是不是 然後你 這裡會有個夢幻樂園的路口 的一些怪 然後右手邊 這裡紅色圈起的地方 請你往上這邊走 往上走 你就可以看到景點部分 然後這是第一個 這是第一個景點 然後第二個景點 飛沙碼頭 當然就是移動到飛沙碼頭 這樣子 然後如我們紅色圈圈的地方在這裡 那你一溜下來呢 他就會 在右手邊 他應該是有下坡可以下來 然後下來之後 他在右手邊就可以看得到景點部分 這是第二個景點 欸 喔 第三個景點呢 跑掉了 Sorry 來 荊棘懸崖部分 請你選擇這個 我圈的地方 然後大概 不然你可以選擇這個 影子盜墓者 大概等到60等左右 那你就會停在這裡 欸 附影子會有這樣的怪 那應該不是說 附影子會有這樣的怪 應該說選擇這個荊棘 盜墓者的話 會再過去一點點 但是你 這是我選 我圈出來的地方就是 景點所在之處這樣子 然後當然你從荊棘懸崖到 荒廢的瞭望台這裡啊 過了一個 他會有一個像是 呃 脊椎骨的 屍體的橋 然後進攻的橋之後呢 右手邊就可以看到這個景點部分 然後以上是 月世界想跟大家做分享 有關於目前 從那個剛才講的 雷 欸是什麼 雷射 那希望大家會喜歡這支影片 那如果喜歡影片的話 歡迎在右下方 幫我按起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 那覺得影片資訊提供不錯呢 幫我按個讚 感謝大家 那我們下一支影片見 掰掰 掰掰